日前引爆重庆官员雷正复不雅视频 以及中南海高官范月丑闻的人民监督网遭到了封杀 创办人朱瑞峰的三个微博账号都被消耗 朱瑞峰表示他的内部爆料让当局忍无可忍 这个对他的封杀是高层直接下令的 我们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人民监督网于2006年6月由公民记者朱瑞峰创办 2007年5月被香港特别行政政府批准成立 自成立以来人民监督网揭露了中国各地49名厅级以上高官 32名处级以下贪官 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官员被党纪处分 免职撤职或送进监狱 目前网站已经无法登录 而朱瑞峰的三个微博都不存在 朱瑞峰对新唐人表示他目前仍然比较安全 但由于他最近对特工夜总会的爆料 导致有些人极其恼怒而采取了行动 我的微博全部被中央办公厅下令封杀了 我的网站因为报道中南海高官范月 还有关键词特工一直照到他们的评比 但一些民间的反腐人士并不像朱瑞峰那样安全 江西三名维权人士 刘平魏忠平李思华应要求官员公示财产 而在7月16号被刑事拘留 此前他们举派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呼吁习近平结束独裁体制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 截至目前近北京至少有13位维权人士应要求 中共官员公开财产而失去人身自由 中国当代诗人文化评论家叶匡正对新唐人指出 如果中共认为你有组织行为就会对你更加严厉打击 因为他担心组织化行为的发展壮大 能对他的政权合法性构成威胁 叶匡正认为处在政权的交接器的中共权力并不是特别稳定 他更加缺乏法治精神 16号晚维权法律学者许志勇被北京公安局刑事拘留 理由是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许志勇是公盟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公民维权的领军人物 他倡导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近中国有很多维权人士失去自由 像上海的王寇马魏秦 北京的自由作家杜斌和杜岛斌 还有北京风行网的总监侯志辉等 他们都被当局扣以寻衅滋事罪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还表示 中国目前处于非常严峻的经济形势 民间越演越烈的拆迁抗争 加上几百万大学毕业生 一毕业就面临失业等问题 使中国成了巨大的火药库 一个火星就能引爆 所以中共现在处处要灭火 想改变中国的这个阵教的话非常简单 一清算血带帮 第二平反六四 第三把中国的所有的异议人士 危险人士从监狱里放出来 解决草数民的问题 解决这个自焚的问题 都是非常能抓住这些新的问题 民生民气都在于这些问题上 都可以引我来解 这个呢比抓几个大的贪官更得民心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表示 从现实看 中共目前还是沿用原来的维稳老路 还是不惜一切代价镇压 华坡指出 从中东和其他国家的民主趋势看 人民是最强大的 他们起来反抗 统治者任何手段是无效的 中共的镇压只能起效于一时 不能起效于一世